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9是赢得了国际观察家的好评 尽管这种坦克从未出口 今天 我们将看看99是与两款重要的同时代坦克 即美国的M1A2埃布拉姆斯和俄罗斯的T90A坦克相比较的情况 三个竞争者文章称 埃布拉姆斯坦克是美国的经典设计 曾经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摧毁了伊拉克的苏制装甲部队 而又没有在敌人火力 面前丧失一辆坦克 确切地讲 埃布拉姆斯并非新式坦克 但美国陆军不断改进 以使其保持最新状态 文章称 T90坦克是俄罗斯冷战后的第一款坦克 虽然它并非完全与埃布拉姆斯坦克势均力敌 但却仍然具备命中精度和保护措施方面的重大改进 尤其是在装备着新一代爆炸反应装甲的车型中 虽然俄罗斯正在采用其革命性的新式T14坦克 但目前 其550辆T90A坦克 仍然是其前线装甲车 莫斯科虽然已开发了比较先进的T90AM坦克 但却没有将其投入全面生产 文章称 中国的99式坦克 结合了库斯加长的T72坦克的车身 以及部分的受到德制爆2坦克启发的西式炮塔 这种坦克在1999年的国庆越兵式上作为98式坦克的样车首次出现 后被更名为99式 并于2001年列装 这种坦克57吨 就重量而言介乎于70吨的爱布拉姆斯和48吨的T90坦克之间 几种改进式号 包括新的99A20在内 拥有先进的新技术 莫莉文章指出 99式和T90坦克 依靠采用旋转式自动装载机的125毫米口径大炮 这种武器在海湾战争中 被证明相对于爱布拉姆斯坦克和挑战者坦克而言缺乏威力 但新的改进式物丹药 却使之 能够在较小的作战范围内穿透爱布拉姆斯坦克的前方装甲 爱布拉姆斯坦克的120毫米口径火炮配备了具有争议性的M829瓶油弹 美国现在生产能够穿透俄罗斯开发的先进的Contact和Relic反应装甲系统的新一代M828炮弹 爱布拉姆斯坦克利用第四位成员装载这种火炮 美国坦克兵认为这种做法比较可靠 提供了更高的射速 并使坦克可以有备用人手 如果其他成员之一丧失能力的话 然而 容纳第四位成员所需的空间确使M1更大也更重 文章称 99式和T90式坦克 都能从炮管发射反坦克导弹 而爱布拉姆斯坦克则不能 从理论上讲 对于远距离作战或者用来对付低飞的直升机可能是有用的 文章称 用于定位和瞄准的有效传感器 可以说在坦克礁 火中具有决定重要性 近年来 俄罗斯在坦克瞄准距和热成像一方面 取得了一些进展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 西方的瞄准距和传感器仍很优越 T90A不带有俄罗斯最好的装备 其中一些坦克已经利用巴国凯瑟林 热瞄准距进行了升级 而T90MS坦克则有改进式的Kawana瞄准系统 文章称 中国以其出色的电子技术而文明 据称 99A2式坦克携带新式红外跟踪系统 防护文章称 99式坦克不仅得益于复合装甲 而且也装备爆炸反应装甲ERA 新的99A2式坦克采用多层防护系统 该系统被认为与俄罗斯开发的Relig Terror相似 后者在敌方炮弹撞击之前引爆爆炸反应装甲 它的用途是击溃能够战胜老一代爆炸反应装甲的串联电荷导弹 T90A坦克采用较旧的Contact-5爆炸反应装甲 而印度使用的新式T90MS坦克则采用Relig系统 虽然这两个系统对反坦克导弹最有效 但也降低了坦克炮弹的穿透力 文章称 99式坦克还带有激光警告接收器 如果坦克遭遇敌防激光器瞄准 它就会对坦克指挥官发出警报 让驾驶员有机会逃离危险环境 另一方面 T90坦克则依赖于STAR软杀伤 主动防护系统 该系统不仅可以用自己的发射器干扰激光 而且还可以部署气容 交手榴弹 以便在坦克周围形成激光遮蔽云 M1埃布拉姆斯坦克缺乏自己的激光警告接收器 主动防护系统或爆炸反应装甲 但可以想象 未来的升级型将包含其中的一些功能 目前 M1A2坦克 依赖于其出色的Tropen 复合装甲 多年来经过调整 后者具信相当于800毫米以上的军制装甲 埃布拉姆斯坦克也受益于单独存放的弹药 从而使其不太可能在被敌人炮火击中时发生灾难性爆炸 文章称 据信 99式坦克可提供接近或等同于埃布拉姆斯坦克的装甲防护 机动性文章称 99式是迄今为止 最灵活的一种坦克 能够在公路上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及持 M1埃布拉姆斯和印度所使用的T90MS坦克 分别以每小时42英里和45英里的速度落后 而T90A坦克则以35英里时速落在最后 然而 耗油量大的涡轮动力M1A2坦克 在需要加油之前只能行驶240英里 而99式和T90坦克则都有超过300英里的行程 此外 由于M1坦克重量较大 所以最难运输和部署 文章称 总而言之 虽然埃布拉姆斯可以说保留了三者中最强大的火力 但由于99式坦克的多层防御系统 所以他看来很可能得到了更好的防护 而且这种坦克速度更快 行程也更远 T90A坦克一般而言被另外两种坦克所超越 但T90MS坦克由于装备着Railik装甲 改进是瞄准距和更大功率的发动机 所以能够独立作战 文章称 然而 应该记住的是 99式坦克的装甲 火炮和电子系统的实际性能尚不确定 尤其因为这种坦克一直没有出口 而M1和T90坦克 则都已被多个用户在实战中使用 文章称 尽管如此 大多数可获得的证据都表明 中国能够设计和部署一流的主战坦克 编译鸿一资料图 解放军某集团军99式坦克部队 在许地展开实战演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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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